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新又爽口的菜肴 名字叫翡翠白隔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 主菜分别是韭菜和白隔 辅料需要用到大葱 生姜和蒜 首先我们把韭菜洗净 切成小段放在一边 把大葱和生姜分别切成丝 大蒜拍扁切成末备用 再起锅加水烧开 把白隔倒进去 不用太久 等白隔的壳微微张开就可以捞出了 稍微放凉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用筷子把白隔肉取出来了 白隔富含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 具有滋阴润燥 沥水消肿的功效 锅内多倒一点点的油 把葱姜蒜放进去炒香 再放入韭菜 用大火迅速翻炒 韭菜这种食材会比较吃油 炒的时候用多一点的油也会比较香一些 等韭菜七八成熟的时候 就可以倒入隔肉继续翻炒了 之前加入的生姜和葛肉搭配 不仅可以提炼出海鲜的鲜甜 也可以去掉它的寒凉 加入适量的料酒 生抽调味 加入白糖和蚝油提鲜 迅速翻炒几下 一道清爽的翡翠白葛就做好了 浓郁的韭菜配上清甜的葛肉 简直是下饭的力气呀 你也赶紧来尝试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